台湾长柯文哲今天晚上率团访美展开产业之旅 柯文哲说这一趟不但要考察生计产业跟资通讯产业 也希望能够吸引外资到台北市投资 最主要还是产业之旅 除了去考察美国的生计产业跟资通讯产业以外 我们也带着台湾的团队去 也去看看那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商业可以在美国推广 另外也看看我们去跟美国去算是招商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南港的计划跟内湖的计划 看美国那边有没有意愿到台北市来投资 柯文哲今天晚上搭机访美展开为期十天的访问 而这趟行程除了考察跟招商 也将拜访旧金山 凤凰城跟洛杉矶等三个姐妹室 拜会三个城市的市长并且将走访史丹福 那么加州理工学院还有UCLA等三所大学 我们下集完 这里有种意见 我们下集完 那么快 我们下集完 放那五个人 没人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 大家